我覺得趙大哥這樣的建議是蠻好的 那麼大家也知道其實明年的1月13號 那事實上是包含總統區立委跟部分區的立委 那當然因為現在總統選舉的部分還需要去整合 但是呢我們在現在在基層也確實有感受到 我們會擔心未來的投票率偏低的問題 那所以我們的不分區立委的名單非常的重要 所以趙大哥他講到就說是不是讓韓國瑜列為第一名 那我認為就說在名次上至少讓韓國瑜能夠進入不分區的安全名單裡面 確實有助於未來的投票率的提升 我想問一下就是現在有傳說說就是那個 那個韓國瑜的趙少康他其實是密會了那個韓國瑜 然後現在希望說柯侯之間更推幅的 然後以及說你怎麼看 現在是不是韓市長在出來的時機其實有點左右為難 所以怎麼樣的時機才是覺得他是最好的出場時機 或者是其他所有國民黨內具有影響力的人 只要能夠促成相關的合作 甚至於能夠達成大家下架民進黨共同的心願 我覺得時機不重要 做對的事做好事情 把事情完成了最重要 主席現在是韓國瑜有就是最近才拋出說想要當統酷的角色 然後他最近動作也蠻多的 還去見了延展 那主席就有答應了 讓他來做個第三方的介入的角色嗎 我已經說過我跟韓市長都有保持聯繫 也有拜託他如果多幫忙 我相信韓市長在適當的時候適當的方式一定會來協助我們大家 拜託政府的在野 您自己怎麼看來講的一個狀況 我想韓國瑜本身跟大家都非常友好 只要能夠促成我們所有的在野大聯盟 大家能夠團結一致 任何一個人能夠扮演這個角色 我們都非常樂意的樂觀啟程 那現場員怎麼了解韓市長在這方面的表達他的意願嗎 我沒有遇到他本身 但是我從媒體上面看到的時候 就好像大家很希望他出來當這個整合的人 或是做這個看扣 我想如果能夠扮演這個角色 我想韓國瑜本身一定非常樂意 現在什麼時間點合適 我想現在唯有就是我們藍營 能夠整合而且能夠團結 那整合大家的力量 讓自己先讓自己壯大 那這樣才能夠來講藍白頭或是在野大聯盟 主席現在韓國瑜就說了願意當侯柯鍋的這個統括 但是需要您的授權 你會授權給他嗎 我要非常謝謝 包括韓國瑜市長在內 包括連戰前主席 柏公 馬田總統 王院長 洪秀州前主席 大家都在幫忙 大家都在協助 我們是要靠大家這個團隊一起來努力 每一位都很重要 那也謝謝韓市長 我們都是保持密切的聯繫 他跟侯市長也有密切的聯繫 在適當的時候 適當的時候 我相信韓市長也會跟我們一起站在一起 在以大家一起努力的 這樣團隊的精神 來讓2024共同盛險 所以你覺得他幫忙整合是加分的嗎 因為你現在接下這個全國競選主委 我們每一位都是重要的角色 每一位都加分 都很重要 主席會覺得在就選這條路上忍辱負重嗎 這是修行 最近 大家各種說法都有 不過我還是強調 不管所有的這些謠言 所有的惡意的重傷 都改變不了 我的意志跟決心 就是希望政黨輪替台灣更好 只要我們能夠政黨輪替 能夠國會過半 我們總統贏 立委贏 這就是我最大的功德 我會持續的來努力 至於任何對我個人的指控跟造謠 我相信時間會證明一切 那想問說韓國瑜願意扮演在野整合的角色 是不是在等他一個人 我會堅定我自己的步伐 面對這場總統選舉 環節所有的力量 一起贏得最後勝選 胡市長怎麼看 就是科辦現在玩兩手策略 要拉出油鍋 然後要邊緣化你 科辦的規劃我不清楚 所以跟民眾黨有可能在總統層級上有合作嗎 不會團結所有的力量 贏得勝選 總統跟你們跟韓國瑜聊過 因為就傳出說呢 他現在要當這個在野的統括 那剛剛錢就解釋有講說 其實韓國瑜他不求任何的官位 他就只希望在野可以合作 那現在是不是要等待朱立倫的授權 等於說好像現在所有的問題變成說 朱立倫如果同意的話 韓國瑜就加入這個會議跟在野整合陣營 大家要關心這個話題 你找到任何地方每天都問 能不能合啊能不能合啊 對啦就是說不合大概很難選 很難選贏啦 但是合有合的困難度 大家也知道 如果那麼容易早就談了 當然韓國瑜也是個不錯的人選 如果他願意出來做個統括也蠻好的 那他要等朱立倫授權 一方面當然我想朱立倫是可以授權的 就是說反正你去談談看 那另外如果朱立倫不授權 我覺得韓國瑜還是可以談的 不一定要等朱立倫授權 授權當然就表示你有實質的代表性 那不授權也沒有關係 就是以一個公正第三者的立場來協調一下 有時候反而比較有彈性 你一旦授權以後你反而變成沒有彈性了 你如果沒有授權 反正我就是老百姓 我就反正叫他隨便講 然後還有什麼不同意見我們來溝通一下 有時候反而比較有彈性 所以我覺得都可以的 朱立倫願意授權當然很好 那朱立倫願意授權我也不知道 朱立倫可能想說幹嘛授權給你 我自己去談就好了 那所以不知道朱立倫怎麼想 因為朱立倫的想法外人很難得知 那我覺得都可以的 有授權沒有授權 真的有心的話自己也都可以做一些事情 那你覺得什麼說是韓國瑜該出手的時候 他的實際點 呃 當然出手要出手隨時都可以出手 但是我覺得可能到了10月中下群比較適合 因為大家都 侯友宇馬上要到美國去 然後所以侯友宇一定想說 他能不能把民調衝上來 那他現在就連續發表14個政策 對不對 所以他一定想說會有一些結果 所以你只要看 然後這個郭台銘也還沒開始連署 所以等到到了10月中下群 大概有一個眉目了 大概那個情勢也差不多底定 那這個時候再來談也許 比較容易談 最重要的是這三個人 就是非綠的這三個人 都必須要知道說 不合沒有一個人當選得了 假如有個人覺得說 不跟你們合我也可以當選 他就不要跟你們合 但是如果不合就一個都當選不了 我在這邊看也是不合 沒有一個人當選得了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那也許大家就覺得有合的必要 但是現在還沒到那個時候嘛 所以大家還是衝吧 你現在就他們合 他們都覺得可能言之過早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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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